大家好,欢迎收看吴琼琼的彩妆教室 这期的主题是红红火火新年妆 因为新年妆就是要愿意无比的大红情呢 那你就大错错错了 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要走进串门各种线人聚餐 如果你送面朝天就去了 如果你化了不合适的大农妆就去了 所以你是继续想给人老样子 还是给人换人一心 女大十八变的感觉呢 一起来化一个又有过节气氛 又浓淡香鱼 三姑又火长被朋友都能轰入的精致妆容般 看似点牙实在精气满满的 首先系上妆前隔铃 均匀的投在脸上给皮肤打个底 可以让你的妆容保持得更久 一天也不会花哦 选择一款比较持妆的粉底液 应对一天在外的情况 这款粉底液没有挤压嘴 我也只能用棉棒粘取然后点在脸上 用洗干净的海绵蛋均匀点开 用湿热的海绵可以让粉底液更贴合皮肤 妆也会更持久啦 接下来是遮瑕 我主要遮肋垢位置 眼角位置 鼻翼两侧 左嘴角两侧 这次的眉毛我要画得仔细一些 先用眉笔勾出轮廓 用眉粉甜色 前面用中间那个淡一些的 嘴部用后面那个比较深色的 画完稍微吸引一下眉毛 然后用跟反射相近的两眉膏刷一遍 唯一我选用紫红色和米红色相搭配 先用紫红色 从眼尾斜度向中间阴染 下眼尾眼药 然后再从眼头向中间阴染 通出眼皮中间位置 用带伞的米红色 捡在眼皮中央 使眼睛立体闪耀 用卧蝉笔亮的那头提亮卧蝉 用眉笔画在卧蝉底部加深阴影 然后用棉棒液染替 用眼线液笔先画内眼线 然后再画外眼线 画外眼线的时候 先画出眼尾的三角形区域 要从眼头顺一条线连接自然 记得一定要画顺画细 粗细适中的眼线 妆容才会更加精致 用米白色眼线笔提亮下眼线 可以让整个眼神变得更有神 接下来是夹眉毛 然后涂上睫毛膏 新眠中一定要拥在完整精致 又不能给人太浓的感觉 所以我选择半段夹睫毛贴在眼尾 让眼睛更加迷人 眼妆完成 看看有画跟门画是不是差别很大 接下来我选择唇甲两用腮红 先用刷头剪在裙骨上方 用海绵或手指晕揽开 腮红的位置画得高些 令眼睛近些更有减零的效果 之后用粉状的腮红再轻轻扫一遍 再让脸蛋一整天都红不不不的 用腮红姿带高光色提亮眼下 增加脸蛋的光彩感 过年免不了要拍照 给自己稍微修修容 你会发现伤签更好看哟 好后我选择橘红色 不淡不浓 适合心眼 用唇用涂满嘴唇 然后用棉棒把边缘也染开 后画呈现 妆看起来才不会那么刻意 嘴唇也会更饱满自然 这次我过一块半边脸 给你们看看强烈的对比 好的妆容给其中整个人的气场 增加自信和给别人的好感度 要不要优化你自己看得办哟 画完妆后 我决定画一个猴年特定的指甲 左色调肯定是大红色或脸嘛 但是大红主要是透明或者裸色 因为要在上面画一个猴头 先用棕色画出猴子的大脑袋 然后用造型笔画出他的两个耳朵 用白色画出一个新型的猴脸 用黑色点出他的眼睛 鼻子 嘴巴 再点两三红 丑蒙丑蒙的猴头就画好啦 浓淡相迎 有节日气氛的信念妆就画好啦 为了整体效果 我在厦门三度没有暖气的室内穿上旗袍 冻得我直打哆嗦 就冲这点你们不给我点赞合适吗